Hello,大家好,我是Zoe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五分钟的瘦大腿内侧的运动 这个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让大腿内侧变得更加紧实 不松松滑滑的,让线条更好看,更匀称 可以练出你们想要的那个大腿中缝 希望大家这一次可以跟我一起坚持打卡七天 你一定会看到非常好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吧 这个运动有几个动作需要我们的脚在地上滑 所以大家可以像我一样准备一条毛巾 或者袜子,或者一本比较滑的书 好,我们现在开始吧 OK,我们现在双腿打开 跟地面成为一个等边三角形 双脚稍微的指向侧前方 尽量让双脚接近平行 把臀往我们的一边角送的时候 膝盖跟这边角的第二、第三根脚趾头指向同一个方向 这时你会感受到我们的大腿内侧有拉伸跟发力的感觉 这样左右交替30秒 好,休息10秒 下一个动作是相扑深蹲 双脚打开比胯宽一些 下蹲时让膝盖往两边打开 双脚的距离就是我们膝盖能打开的最大距离 同时保持我们的后腰挺直 小腿跟地面垂直 这时我们的大腿内侧会有强烈的发力感 让我们的膝盖保持分开 双脚抓地保持稳定 如果你在下蹲到大腿跟地面平行时 后腰无法保持挺直 那么你不用下蹲的那么低 下蹲到你的后腰还能挺直的地方就好了 好,下一个动作 妈妈最爱你做的动作 擦地板 我们先做右腿 右脚踩在毛巾上 保持双腿挺直 向我们的右边滑出去 大腿内侧发力把它拖回来 你可以先测试一下你双腿打开的距离 只要到一个你的腿能够发力 把它直着拖回来的地方就好了 不要让我们的上半身倾斜角度太大 主要去感受我们大腿内侧发力的感觉 好,休息10秒 换另一边的腿 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下家里哪里比较脏 站在哪里做这个动作 就好了 双腿 économ 好,休息10秒 下一个动作还是相扑深蹲 这一次我们蹲下后不要站起来了 我们只需要垫起右脚的脚尖 保持我们的身体在这个水平不要动 只有右脚脚尖垫起来 这时我们会感受到大腿内侧非常的用力 坚持 休息10秒,我们就换另一边 相扑深蹲,垫起我们的左脚 坚持一下,那种燃烧的感觉就是我们要的感觉 好,站起来,这一次我们还是擦地板 先用我们的右腿插向斜侧方 这时大腿内侧和后侧都会同时紧奔发力 同样是大腿打开到你能够保持双腿挺直的状态就好了 不要跨得太大 后面的定住的腿 膝盖可以稍弯去用点力 让我们前面的腿能够收回来 好,休息10秒,换另一边的腿 bacteria 群体 好,休息10秒 好倒数第二个动作了 回到相扑深蹲 记得我们的膝盖要尽量的打开 这时候做相扑走 双脚轮流的抬起来 大家应该有看过相扑的比赛 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 加油我们可以的 你看一下相扑选手那么大体重都可以 我们可以的 真棒 好最后一个动作了 这个动作需要在我们的膝盖中间夹个东西 我建议大家可以夹手机 这样你就会比较用力 因为你会怕手机掉下去摔坏了 双脚并拢 夹着手机向下蹲 蹲到我们的后腰还是能保持挺直的地方就好了 不需要完全蹲下去 这时也是我们大腿内侧在发力的感觉 这一整套运动五分钟 我们的大腿内侧都在发力都在燃烧 我相信大家这短短五分钟里面都感受到了这个燃烧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是我们要的 五分钟非常短 你可以休息一下再来一个循环 OK感觉怎么样 只有五分钟而已 而且坚持七天太简单了吧 对吧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学到的非常有用的帮助我们养成一个好习惯的方法 就是设立容易达到的小目标 比如这个运动五分钟 每天五分钟谁没有呢 然后坚持七天 七天而已 一眼都能看到头 这样就比较容易去开始去尝试去坚持 然后等到七天之后 你会觉得很有满足感 因为你打卡了七天 那么你就会更有自信的去进行下一个七天 这个方法能很好地帮助我们去培养一个更自律的生活方式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坚持这个七天 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自律了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 好吧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分享打卡 打卡完七天如果你看到效果了 不要忘了拍照或者拍视频分享给其他小野兽们 好吧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跟我说你们还想要看哪一些内容 好吧我们下期见 爱你们拜拜